市長白思豪發表演講透露紐約市的教育政策將有幾項重大的轉變 白思豪強調學生學習標準的三大目標 提升學生畢業率 確保每一名三年級學生的閱讀能力 每名學生都獲得公平的機會接受大學教育 白思豪還為每名學生提供更多學習電腦知識的機會 公立學校將為每名學生提供電腦課程為期十年 包括高中、初中和小學 目前全紐約市的公立學校中只有10%的學校提供電腦課程 即僅有大概1%的學生學習這個課程 警方正在搜尋一名企圖性侵女子的男人 警方說星期一清晨5點左右 該名男性疑犯在布魯倫史密斯街的一間商店 主動向一名女子買了一包香煙和飲品 監控陸上顯示 這名男子與女受害人相繼走進商店 該名男性隨後企圖卡住女受害人的頸部 並試圖脫去她的衣服 這名女子大聲尖叫 疑犯隨即逃走 該名男子最後被人發現的時候 身穿黑色的皮背心 淺色的上衣 黑色牛仔褲和牛仔蝦 沙頓廣場高層住宅公寓發生火警 導致一名66歲的婦人喪生 警方說遇害者在她位於14樓的泊民之內被發現死亡 目前還未知道她的身份 消防說 居住在這棟公寓裡的居民表示 當他們看見走廊上充滿煙霧的時候 就知道不躺 有居民說當時有大量煙霧 幾分鐘之後 消防員撞開房門將它救出 另有居民表示 除了西邊大樓 整個走廊都水浸 地址也濕透 起火原因正在調查當中 一項叫做紐約表演時間的試點項目 將為那些地鐵跳舞表演者 提供一個合法的空間 展示他們的專場 順便可以賺些錢 設計這個項目的目的是 給那些在地鐵車廂表演的跳舞者 可以有合法的表演空間 從而替代面臨被罰款 甚至逮捕的風險 警方去年大力打擊地鐵車廂的賣藝行為 《紐約時報》報道 為紀念抗戰勝利 繼台灣光復70週年國畫展 一年四日在中華公所展出 為紀念抗戰勝利及台灣光復70週年 國民黨美東支部及中華民國旅居紐約各 退伍軍人團體 在中華公所舉辦號戲長樓國畫展開幕儀式 駐紐約台北京民主長張文良大使 副署長陳鋒宇 中華公所主席伍瑞賢 國民黨美東支部常委李國瑞 張學海及紐約喬教中心主任黃映陽等 近百名社區喬界及退伍軍人代表出席參加 張文良大使在致詞中表示 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對中華民國具有特別意義 對日抗戰八年是由中華民國政府委員長 蔣中正所領導的 經歷八年艱辛與血淚歷史不容忘懷 舉辦活動是讓國際社會了解 中華民國在八年抗戰中的歷史地位 歡迎社區民眾前往觀看 並向抗戰殉國將士至最高敬意 國畫展由重慶抗戰陪刀文化研究中心 負責人黃康集合大陸五十多名畫家繪製而成 用藝術打造中國抗戰先烈先延 總長度達到一千多公尺 具體呈現中華民國在抗戰期間 全民軍府艱辛卓越 共負國難的不撓史跡 這項畫展在中華公所的展覽 將持續到今個月18日 華語電視採訪報導 聯合健康保險亞裔市場部 在法拉盛及馬頓等地區舉辦三場的 聯邦醫療保險紅藍卡教育講座 用華語提供專業健保諮詢 開放給所有紅藍卡受惠人及他們的親人和看護者 為協助社區歧路了解聯邦醫療保險紅藍卡的福利和相關問題 聯合健康保險亞裔市場部 特別在華埠舉行記者會 宣布由今天起分別在法拉盛及馬頓 舉辦三場聯邦醫療保險紅藍卡教育講座 用華語提供專業健保資訊 開放給所有紅藍卡受惠人及其親人和看護者 來幫助紅藍卡受惠人了解 如何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健康保險計劃 紅藍卡的受惠人或者我們發覺 現在有很多的紅藍卡受惠人 他們都很需要他們的子女 或者是其他的朋友來照顧他們 所以我們也希望我們這些所謂的 care giver也能夠來參加 幫助這些紅藍卡受惠人 能夠更了解這個紅藍卡是怎麼樣運作的 National Medicare Education Week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do one-on-one in-person seminars with folks on Medicare what's available to them what's the cost associated with them what's the benefits to them so that when they're making the purchase decision for 2016 they're coming from a point of knowledge with a little bit more confidence 助談會在16日、18日和19日三日 上午10時至11時半分別在法拉盛和馬遁舉行 其中16日和19日在法拉盛喜萊登酒店 18日在馬遁的賓州旅館 同時聯合健康保險介紹全新官方網站 三個W點UHCAsian.com 將於12份正式運作更多紅藍卡相關資訊 可向聯合健康保險服務中心查詢 或打電話800-801-1900